一名來自Fontana的旅球教練 因涉嫌性虐待一名女生而被逮捕 調查人員正在尋找其他可能的受害者 該名嫌疑人名為Joe Sanchez Madrigal 47歲 曾擔任女子旅球隊教練 他被指控與一名12歲的女生發生不當性接觸 並對女生實施猥褻行為 Madrigal 現被關押在Ranchu Cucamonga的West Valley Detention Center 保釋金12萬元 任何有關Madrigal 訊息的人士 說尚未確認身份的受害者 可聯繫是Fontana警方 電話909-356-6767 匿名舉報可撥打電話800-782-7463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